后面哭壤会一直在关心到中部的健康 这天特别安排一段有应用保健的课程 邀请到老师来跟阿公阿嬷 要如何控制汇糖、汇压和汇油丁丁 并且透过的简单的油气 让中部加上印象 这回课程老师准备两种的油气 本来阿公阿嬷的记者也有欢迎的令力 就是让他们知道什么类似的水果比较压惠糖 参与中部的都说有得这么多 感谢我们那个房女文老师的指导 教我们在生活上的饮食方面 还有一些脑力的激大 还有一些那个就是 对一些我们的平常妇女的保健的注意事项 觉得很好 这些老师大家都很良心的 我们人很有热心 大家觉得提供这个年龄 这个65岁这些 大家都有一个很期待每个星期 来参加这些 大家觉得很快乐 为教的各处赢了闻这些 你会渐渐增加之后 人体光临的替化 透过油气化的教学 让阿公阿嬷了解 平常是安全保佣身体 维持健康快乐的人生 感谢我们的底下 要不要吃了红薄的